NBA是个以商业位中心的联盟,不管是球队、球员,每一次动作的背后都与利益相关,每年都会诞生大量的交易。 终成在这显得不堪一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硬道理,前总裁大卫斯特恩先生如此,球队老板如此,球员亦是如此,如今亚当肖华接受总裁后,一个球员中老一支球队的情况更是不可多得,球员的出走与球队舰队思路有关,与自身发展有关,更与金钱脱不了干系。 下面一起来看NBA21世纪球员中十大叛徒 No.1布泽尔NBA现役最著名的叛徒当属布泽尔,2003-04赛季,还处于新秀合同中的布泽尔迎来了爆发,场均砍下15.5分11.4篮板,一跃进入联盟一流大前锋之列。 克里夫兰骑士为了留住他答应终止他的最后一年的新秀合同而提前给他高薪续约,布泽尔当时口头答应了骑士队,于是,克里夫兰安心地终止他的新秀合同,没想到布泽尔见钱眼开,在爵士开出更高价码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地选择了背叛骑士。 16年6800万落户沿湖城,布泽尔也因此收获了叛徒的绰号,这还算完,那年夏天,在爵士面临合同年的布泽尔又吵着要走,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在公牛打了没多久的布泽尔,选择来中国捞金,而现在也只能在V3混混了。 No.2特科格鲁,2008-09赛季魔术时隔多年,后第一次打进了总决赛,身为球队进攻轴心的特科格鲁,的身价跟着一路暴涨,面对到期的合同,特科格鲁有了坐地几架的资本,没有了多少薪资空间的魔术,显然无法满足特科格鲁的胃口,于是,特科格鲁很快与球衔若渴的波特兰开拓者达成口头协议, 外界也对这位天才前锋加盟青年敬畏军寄予厚望,但是,面对猛龙随后开出的更高的合同,特科格鲁想都没有救死毁了与开拓者的口头协议远走多伦多,而他还把自己的妻子拉出来当挡箭牌,令人不耻,谁知,在冰冷的多伦多,特科格鲁的日子并不好过,再度过了一个郁闷的赛季后,他又被交易到了西部的菲尼克斯, 而在交易完成以后,他对猛龙总经理的一系列炮轰,令人感叹他的咎由自取,然后最终在太阳也过得并不舒心。 No3,麦迪麦迪虽然没有布泽尔和特科格鲁那样撕毁口头协议的行为,但是当他在一支球队过得不开心的时候,他的消极代工,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冷嘲热讽,还处于新秀年的麦迪。 赛多伦多与表兄文斯卡特一起并肩作战曾令人津津乐道,但是仅仅只体现了一点潜力的麦迪就不满了赛多伦多的地位,于是依然与表兄分道扬镳去了奥兰多。 2000-03赛季,是麦迪与魔术的蜜月期,他连续三个赛季率队杀入季后赛,还两次当选了联盟得分王,但2003-04赛季一胜十九负的超压开,局宣告了蜜月期的终结,麦迪开始消极代工,不停地摆了案一再要求魔术将其交易领队,一波十九连败让球队管理层忍无可忍, 于是2004年夏天麦迪与弗朗西斯和莫布里互换东家,麦迪来到了航天城,在休斯顿,麦迪与火箭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但是球队始终无法突破,季后赛首轮和麦迪不断地伤病让老板失去了耐心,他的老大位置也逐渐被姚明取代,于是,他开始与主教练和管理层交务,最终被交易到了尼克斯,No.4凯恩杜兰特 在季后赛被勇士灭掉之后,2016年杜兰特两年5430万美元加盟勇士,离开了一直效力的母队,遭到球迷跟不少民宿的抨击,屡次在社交平台上的极低情商表现,也让很多人厌恶这个巨星,与微少反目成仇,与前队友撕逼,与雷霆闹翻,一时间杜兰特成了众矢之地, 俄城的球迷算是烦透了这个曾经的当家,No.5阿泰斯特,阿泰斯特也是天生反社会,个性与他的球风一样独树一致,他在步行者曾经创造了一段佳话,他与小奥尼尔曾经带领球队打进总决赛,拿下过全联盟最好的常规赛战绩,他也收获了最佳防守球员奖杯, 但是,他在奥本山宫殿球馆的爆发,一手断送了步行者美好的未来,在厚米勒时代,真老大不成后,一消极代工逼迫球队把他交易出去,他最终如愿以偿,来到了重建中的萨克拉门托国王,在国,王,他俨然成为了球队的领军人物,但是度过了短暂的光荣岁月,阿泰斯特还是没能续约,被迷恋三巨头的莫雷挖到了休斯顿, 在火箭,阿泰斯特确实收敛了不少,与杜兰特的行为如出一辙,抱了仇人科比的大腿,在胡人,阿泰斯特实现了凤凰涅槃,这是后话了,但是,阿泰斯特的背叛还是伤害过很多人,No.6德龙威廉姆斯曾经火箭的天敌,德龙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当他觉得教练的步阵损害到他的个人数据之时, 他选择了像斯隆这位鱼,他如屎如赋的千盛名帅逼宫,最终导致斯隆的下课,而后他还消极打球,迫使爵士队将他交易,将汪恩负义演绎的林黎静,No.7文斯卡特, 这位当年的多伦多猛龙队的飞人是球队当之无愧的核心,但是为了离开母队,他选用了最极端的泄密门方式,在和超音速比赛决定胜负的时刻,他居然偷偷地将本队战术不知泄露给了对手,导致多伦多猛龙队输球,最终如愿被交易,而如今球迷似乎早已忘了当初的恩怨, 更多的人希望在生涯末年能够好好养生,No.8安东尼033节的代表,安东尼原本也是天之骄子,在绝今一度打入西部决赛,最终也是遗憾败给了当年的总冠军湖人的,由于金钱关系,去了纽约之后,季后赛似乎都渐渐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甜瓜的叛侯声音虽然没有詹姆,思大,很多人讨厌安东尼,认为是位巨星, 新赛季加盟火箭的甜瓜,能否迎来生涯的第二春还不得而知,No.9卡尔马龙如果他选择和老友斯托克顿一起退役,或者是继续留在盐湖城,安享之夜生涯的最后时光,此时此刻树立在三角中心球馆外的就不会只是斯托克顿一人的铜像,为了向梦寐以求的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击,老马龙做出了一个引发万千争议的冒险决定, 告别绝世,加盟湖人,很明显,只拿一百万年新的邮差绝非为例而来,不求得分专注防守的态度也证明了他对总得分排名的不屑一骨,在马龙宣布加盟湖人之前,他首先在盐湖城举办了告别活动,向球迷们表示了愧疚和歉意,同时也恳请所有球迷,原谅 他的一颗总冠军之心,马龙声音哽咽地说道,我的人在洛杉矶,但新疆永远属于盐湖城,正如巴乔在面对救助时拒绝主罚点球,马龙在该赛季也脱并不愿与老东家兵哥相向,邮差的真诚和执着最终感动了所有球迷,他们对马龙的晚节不保费但没有半点怨言, 相反都向这位永远的英雄送上了默默祝福,910詹姆斯今十年来,背负叛徒名声最大的无疑是勒布朗詹姆斯,他在十年离开骑士去热货,克里夫兰的球迷不能接受这个,带给他们无限希望的人居然这么高调地离开,在热货多得两贯之后又从热货回骑士,这一次,他没有食言,为家乡带来了总冠军,之前的账也一笔勾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